撒姆尔记下第十八章 大卫数点了跟随他的人 一立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 大卫派遣众人出战 三分之一在约亚手下 三分之一在约亚的兄弟 席鲁亚的儿子雅比塞手下 三分之一在加特人以太手下 大卫对众人说 我也必与你们一同出战 众人却说 你不可以出战 因为如果我们逃跑 他们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 即使我们死了一半 他们也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 因为你一个人抵得上我们一万人 所以你最好还是留在城里 随时支援我们 王对他们说 你们看怎么好 我就怎样做吧 于是王站在城门旁边 众人组成百人一队或亲人一队出发了 王吩咐约亚、亚比塞和以太说 为我的缘故 你们要宽待那年轻人 亚沙龙 王为亚沙龙吩咐众将领的话 众人都听到了 众人出到田野迎战以色列人 战争发生在以法连的树林里 在那里 以色列人在大魏的臣仆面前被打败了 那天被杀的人很多 共有二万人 战士在那里蔓延到全地 那一天 树林所吞灭的 比刀剑所吞灭的更多 亚沙龙偶然遇上了大魏的臣仆 那时 亚沙龙骑着骡子 骡子从一棵大橡树 茂密的树枝下经过 亚沙龙的头发 被橡树枝紧紧勾住 它就掉在空中 它所骑的骡子 却跑开了 有一个人看见了 就告诉亚沙说 看呐 我看见亚沙龙悬在一棵橡树上 亚沙对那向他报告的人说 你既然看见了 为什么不当场把他击杀 落在地上呢 那样 我就赏赐你114克银子 和一条腰带 那人回答亚沙 就是粮11公斤银子放在我手中 我也不敢伸手伤害 王的儿子 因为我们亲耳听见王吩咐你 雅比塞和以太说 你们要为我的缘故 照顾那年轻人亚沙龙 我若是胆大妄为 伤害了他的性命 那时你也不会维护我 约亚说 我不能与你这样耽误时间 于是 约亚手里拿起三根短毛 趁亚沙龙还悬挂在橡树上的时候 就刺透了他的心 给约亚拿武器的十个年轻人 围着压沙龙 攻击他 把他杀死 约亚吹响号角 众人就回来不再追赶以色列人 因为约亚拦阻众人继续追赶 他们把压沙龙的尸体抬起来 丢在树林中的一个大坑里 又在上面堆起一大堆石头 以色列众人都逃跑 各回自己的家去了 亚沙龙生前曾在亡谷 为自己立了一根石柱 因为他想 我没有儿子纪念我的名字 他就以自己的名字称那石柱 因此人称那石柱为压沙龙柱 直到今日 萨都的儿子亚希玛斯说 让我跑去 把这好消息向王报告 就是耶和华已经把他 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了 约亚对他说 你今天不可去报消息 改天才可以去报 你今天不可去报消息 因为王的儿子死了 于是约亚对一个古石人说 你去把你所看见的告诉王吧 那古石人叩拜了约亚 就跑去了 萨都的儿子亚希玛斯 又对约亚说 不管怎样 请让我也跟着那古石人跑去 约亚说 你为什么要跑去呢 我儿 你是不会得到报消息的赏赐的 不管怎样 请让我跑去 于是约亚对他说 你跑去吧 亚希玛斯就沿着约旦河大道跑去 赶过了那古石人 那时 大卫正坐在内外城门中间的地方 守望的人上到城楼的平顶上 举目观看 见有一个人独自跑来 守望的人就喊叫 把这事告诉王 王说 他若是单独一人 必是来报好消息的 那人越走越近了 后来 守望的人又看见另一个人跑来 就对守城门的人喊叫 说 看啊 又有一个人独自跑来 王说 这也必是来报好消息的 守望的人说 我看前头那人的跑法 好像萨都的儿子 亚希玛斯的跑法一样 王说 他是个好人 必是带好消息来的 亚希玛斯向王呼叫说 平安 就脸浮于地 叩拜王说 耶和华 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已经把举手攻击 我主我王的人交给你了 王问 那年轻人压杀龙 平安不平安 亚希玛斯回答 约压差派王的仆人 就是你的仆人 我来的时候 我看见有大动乱 却不知道是什么事 王说 你退到一旁 站在那里 他就退到一旁 站在那里 那古诗人也到了 他说 有好消息报给我主我王 今天耶和华 已经就你脱离那些 起来攻击你的人的手了 王问古诗人 那年轻人压杀龙 平安吗 古诗人回答 愿我主我王的仇敌 和一切来攻击你 伤害你的人 都像那年轻人一样 王悲痛的全身发抖 就上城楼去哀哭 他一面走 一面这样说 我儿压杀龙啊 我儿 我儿压杀龙啊 但愿我替你死 压杀龙啊 我儿 我儿啊 我儿压杀龙啊 好了 快点 感谢观看